自从公元前597年 楚国在碧之战中战胜晋国之后 就成了天下的无眠霸主 为什么说是无眠呢 原因是没有得到周王室的官方认可 无论如何 楚庄王碧之战战胜晋国 成为天下头号强国 楚国西与秦国结盟 向东联合吴越 又灭了江 陆 书廖等小国 此时的楚国 比成仆大战前的楚城王时期 更加身为赫赫 晋国的身亡 一落千丈 中原的大多数中小国家 比如郑辰 许蔡等等 也都跑到楚国这边了 晋国失去了对中原的掌控力 晋国最为重要的盟友齐国 也开始积极谋求出路 当时天下四强 楚晋齐秦 东西南北 分别在神州大地的四个方向 首先西部的这个老四秦国 早在三十年前的小山战败后 就站到楚国那边了 现在如果老三齐国也站到楚国这边 那么晋国就成了孤零零的老二了 并且晋国西北部的白狄 东部的赤狄也开始承虚作乱 晋国中军左仙湖 是避之战的主战派 晋军失败之后 他害怕晋锦弓怪罪 就筹划与赤狄联合作乱 在公元前596年 晋锦弓将仙士家族全部诛灭 这是晋国及湖氏之后 又一个衰亡的豪族 晋国清族的主氏家族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如果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 将会直接导致全族被灭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先整曾经是晋国第一名将 他的家族就这样没了 避之战战败 导致晋国是内忧外患 危机四伏 昔日的天下霸主 威慑力大减 公元前593年 晋国终于彻底消灭了老对手赤狄 晋国将于得到极大扩张 晋锦宫把赤狄的土地 大概分封给了寻灵妇 寻守 肇士士会 晋国稳定了北方局势 晋锦宫这才有精力 来处理中原诸侯们 人心浮动的问题 处理这类问题 第一步就是搞外交斡旋 外交要是搞不好 武力再强也使不出劲 所以晋锦宫筹划在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592年 在晋国的断道 召开诸侯大会 这次诸侯会盟有两个目的 一是商议如何应对楚国的威胁 二是共同讨伐背叛晋国阵营的 郑国 陈国 蔡国等诸侯国 这次诸侯会盟是一次兵车之会 也就是说 各位诸侯们都要带兵参加 目的就是让其他诸侯们 看到晋国联盟的实力 恐吓那些背叛了阵营的诸侯 晋锦宫召集的诸侯当中 由鲁宣公 卫侯 曹侯 朱子 等晋国的铁杆支持者 不过 晋锦宫最想看到的 还是齐国的齐寝宫 只要齐寝宫能来 就代表齐国 仍然承认晋国的盟主地位 只要齐国继续站队晋国 那么天下四强 晋齐对楚秦 老二和老三一组 老大和老四一组 楚晋两大阵营 将会势均力敌 所以 对晋国来说 齐国非常重要 这是晋国恢复霸业 最为关键的一个筹码 为了确保齐寝宫 如期参加会盟 晋锦宫派出了 晋国的二把手 也就是中军佐希克 亲自去齐国 进行邀请 晋锦宫八年 也就是公元前五百九十二年 希克初始齐国 为了表示 对这次会盟的重视 鲁国卫国曹国 也派出使者 随同希克 一起前往 经过一番跋涉 希克等人 抵达七国国都林兹 到了齐寝宫 接待使臣的这一天 希克带领鲁国的 继孙行妇 魏国的孙良夫等人 登上大殿 行兽臂之礼 齐国要派人接待对吧 你看看齐寝宫 安排的这些人 竟然是一些 拨腿 驼背 秃头的人 希克的脸色 当时就不好看了 因为他之前受过伤 腿有点问题 而鲁国的 继孙行妇 是一个秃头 魏国的孙良夫 是一个驼背 齐寝宫找这些人 来引导他们 并不是因为 为齐国选拔礼仪团的标准比较特别 这明显就是在嘲笑他们 这次邀请齐寝宫出席会盟 对晋国来说意义重大 所以希克决定再忍一忍 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 坏了晋国的大事 之后 希克代表禁军 对齐寝宫 行兽臂之礼 一事庄严颅重 突然大殿的连后 传出一阵女子的笑声 原来啊 今天的这一切 都是齐寝宫安排的一场好戏 齐寝宫还邀请了 他的母亲肖童淑子 在连后观看 肖童淑子看见 希克一拳一拐地 努力完成礼仪 竟然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 这就过分了 希克 晋国六亲第二 按说 晋国使团这样的级别 这样的规模 可以说给足了齐国面子 可是 齐寝宫却如此戏怒晋国使团 这是为何呢 很明显吧 晋国避之战不敌强处 影响力重渐 如果齐国不再追随晋国 那么晋国的影响力 将会进一步被削弱 晋国他需要齐国 与此同时 齐寝宫他觉得 齐国不比晋国差 凭什么要被晋国使唤呢 甚至 齐寝宫料定 就算戏弄使者 晋国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 希克出身名门 战功赫赫 代表晋国出使齐国 竟然受到这样的羞辱 实在是忍无可忍 他当场佛朽而去 魏国的使者 孙良夫等人 虽然也很气愤 但没有希克的底气 只好忍辱完成了出使 这几位使臣 也相互做了约定 来日若有机会 一定要向齐寝宫复仇 当希克走到黄河边时 寇头为室 若不报受辱之仇 永远不在南渡黄河 希克回到晋国 请求静寝宫发兵讨伐齐国 静寝宫考虑到 现在还不能把齐国 彻底推到楚国那边 没有答应出兵 希克又请求 带着自己私人军队 去报复齐国 晋景宫不同意 并提醒他要顾全大局 公元前592年夏天 晋景宫与诸侯在断道会盟 齐寝宫左思右想 还是没敢公然背叛清国 派出四个齐国大夫 代表自己前去赴会 这次诸侯会盟 大家来的都是国君 就算国君不来 至少也派个政卿 而齐国却只来了几个大夫 这种做法 简直就是把晋国的脸面 放在地上踩 希克二话不说 直接把齐国的这四个大夫 抓起来杀掉了 断道之盟结束后 晋国六卿之首 施惠率军护送晋解公 返回了晋国 施惠这位老将 与希克共事多年 非常了解希克 有仇必报的性格 如果这口怨气 没有能发泄 可能会对国君声援 于是 施惠主动辞去了 中军将的职位 让给希克 希克主政后 就开始寻找机会 向齐国复仇 公元前五百九十一年春 楚庄王闭中 不久后 这位污蔑的霸主 遗憾地告别了春秋的政治舞台 十岁的太子沈纪尾 这就是楚公王 新军年幼 楚国内政又一次混乱起来 对晋国来说 争霸的机会来了 当年夏天 希克说服了晋锦公 要趁着楚国心丧 好好敲打一下齐国 让大家看看 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一年之前 晋国邀请齐国 参加断道之会 齐寝公不但没来 还羞辱使者 现在 晋国以此为借口 联合卫国 一起攻伐齐国 晋卫联军行动迅速 冰封很快就抵达了阳谷 也就是如今的山东阳谷附近 晋国大军压境 齐寝公害怕了 摆出服软示弱的姿态 亲父曾帝 败回晋进宫 这个曾帝 在如今山东阳谷境内 为了表示诚意 齐寝公让公子强 前往晋国做人质 齐国做出臣服的态势 承认晋国是大哥 晋进宫也就点到为止 明金收兵了 希克虽然觉得 就这么结束 有点太便宜齐国了 为了大局着想 也只能如此 其实啊 齐国的臣服姿态 只是齐寝公的权宜之计 他心里对晋国并不服气 这次曾帝之盟 限制了齐国对 鲁国卫国等邻国的军事行动 齐寝公很不舒服 公元前590年 楚国向齐寝公抛出了橄榄枝 齐寝公立刻接住 他背弃增帝之盟 转而于楚接盟 得到楚国的支持 齐寝公信心满满 自认为可以再和晋国掰一掰手腕 甚至可以再次挑战 晋国中原霸主的地位 于是 齐寝公立刻开始对晋国的盟友 鲁魏两国磨刀祸祸祸 并在公元前589年春天 大肆进攻鲁国 帅军包围了鲁国北面边境上的龙翼 齐寝公的宠臣 卢仆旧魁攻打城门 但被龙城守军给活捉了 齐寝公以退兵为条件 请求释放人质 龙城人理都不理 杀掉了卢仆旧魁挂在城门上 齐寝公大怒 亲自击苦 连续猛攻三天 龙翼被攻破了 之后 齐寝公一路向南 杀到朝丘 魏国派遣大副孙良夫等人 率领魏军救援鲁国 但是魏军并不是齐国的对手 刚一交手就被齐军击败了 魏军退售到新柱 魏国清大副孙良夫 动身前往晋国求救 在晋国 孙良夫遇到了同样来求援的鲁国使臣 他们也不去求见晋警公 直接去找当时的晋军中军将希克 孙良夫当年与希克一同在齐国受辱 他知道 希克一定不会放弃这个痛击齐国的好机会 希克得知情况后 立刻入宫面见晋警公 说齐国此举是对晋国的公然背叛 必须讨伐 晋警公当即派遣中军将希克 统领三军 罚齐救炉 因为此战关系着晋国能否作文 北方第一大国的地位问题 晋警公非常重视 派出战车八百胜 一共六万多人 此次出战 希克为中军主帅 世会的儿子世谢 以上军组的身份率领上军 鸾叔为下军主帅 韩爵为司马 这些人都是毕之战的亲历者 对毕之战因为将帅不和 导致的惨败 至今还心有戚戚 鲁国大夫张宣书为晋军引路 晋军在魏帝新筑附近 遇见了鲁国军队 之后 魏国曹国也相继派出军队加入晋国阵营 组成了声势浩大的四国联军 晋国大军追逐齐军 一路追到了魏国境内的深地 也就是如今山东深陷 齐寝公认为晋国军队还会像上次一样 不会动真格 于是故技重施 主动向东退到弥吉山下 想要稀释宁人 可是 这次晋国派出与齐寝公有重大过节的戏客 显然是铁勒心要给齐国一个重重的教训了 公元前589年6月16 晋军紧追着齐军 来到弥吉山下 双方扎银对峙 这里北有吉水 南有泰山渔脉 这条吉水 后来由于黄河改道 就变成了现在的黄河了 立下就位于河流山脉之间 这条狭窄的通道上 是中原通向齐国国都林子的门户 弥吉山如今叫做千佛山 就在立下南面 齐寝公见晋军紧追不舍 也知道晋军这次恐怕是要动真格了 逃是逃不了了 能打吗 自从晋军在毕之战中惨败 对诸侯的威慑力就大不如前 齐寝公认为 晋军并非不可战胜 储君能打败晋军 我齐国差吗 于是齐寝公主动向晋军下了战书 请求第二天一大早与晋军会战 并且放话 就算你们不答应 明早我们也会来 齐寝公身边有一个叫做高谷的将领 极其勇猛 他只身一人来到晋军军营至师 别人至师都是驾着战车 急驰而来 但是齐国的这个高谷却徒步走来的 到了晋军营地之后 搬起石头砸伤了几名晋军 升起一名伤兵 还抢走了晋军的一辆战车 高谷驾车跑回齐军营地之后 把车拴在一棵大桑树下 让齐军将士都来参观 他从晋军抢来的战利品 并炫耀道 想要变得勇敢 来买我多余的勇气就行了 晋军没有追击高谷 也没有再派人来齐军致师 看来晋国确实不行了 齐寝宫信心倍增 第二天 也就是6月17日 一大早 晋军率先拔营 在安地排兵不振 等候齐军到来 安地就是如今山东济南的马鞍山 是弥吉山西北的一处安行地貌 齐寝宫整顿好军队 然后在中军传令 随我消灭晋军 再回来享用早饭 丙下为齐寝宫驾车 庞丑父坐在车右 坐骑侯的护卫 等不及给战马披上铠甲 就驾车身先失足 向安地发起冲锋 晋军主帅西克 摇动战旗冲在最前面 谢章替西克驾车 郑秋桓坐西克的护卫 齐进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忽然 一发箭矢射中晋军主帅西克 鲜血都流到脚上染红了鞋子 西克忍不住向身边的人说 我受了重伤 驾车的谢章对西克说 三军将士都心系主帅的战车 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我们车上的旗 耳朵都听着这辆车上的鼓 只要车上不会撤退的旗 不打退兵的鼓 将士们就不会放弃冲锋的信念 请再坚持一下吧 谢章说的很有道理 西克看了看这个驾驶的老司机 发现他的胳膊多处中间 左边的车轮都被他的鲜血给染红了 但是他仍然在坚持驾车 作为车右护卫的郑秋桓 不顾生死 多次推车前进 西克也忘记了疼痛 用骨身引导将士们冲锋 禁军将帅身先士卒 英勇无畏 齐军不敌溃败后车 西克带领禁军继续追击 在齐军溃逃的过程中 齐寝宫的战车和军队 被禁军给冲散了 因为西克身负重伤 并且要指挥禁军主力 追击齐军大部队 所以就派遣斯马韩爵 负责追击齐寅宫的车架 齐寅宫的车左柄下 一边驾车一边回头看 发现有点不对劲 韩道快设那个驾车的人 他是晋国的贵族公子 一般来说 春秋时期一辆战车的标准配置 中间为驾车的人 左右为战士 将领一般不会亲自驾车 现在韩爵作为禁军司马 竟然亲自驾驶战车 追击齐寅宫 这个行为有些反常 后来才知道 韩爵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昨晚梦见了自己的老父亲 父亲告诉他 明天打仗时 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边 没想到 就是因为这个反常的举动 被齐国人给注意到了 齐寅宫的射手 已经瞄准了韩爵 齐寅宫却说 既然认出他是君子 却故意射他 这不符合军力啊 齐寅宫的射手 只好改了目标 一剑把韩爵的车左 射下了车 司马韩爵没有惊慌 继续紧追不舍 进军越追越紧 齐寅宫的射手又是一件 射中了韩爵的车右 车右惨叫一声倒下了 韩爵把车右扶到车里的 一个安全的位置 继续追击 眼看齐军就快要无处可逃了 齐寅宫的车右侍卫 旁丑妇 一把拉过齐寅宫 和他交换了位置 齐寅宫成了车右护卫 之后 齐寅宫的车架 逃到花不都山脚下 这个花不都山 就是济南北部的花山 在这儿 齐寅宫拉车的马匹被树木绊住 不能再跑了 司马韩爵率领进军队伍 追上了齐寅宫的车架 韩爵拿着拴马的绳子 站在齐寅宫的马前 他把端坐在车中的庞丑妇 当成了齐寅宫 韩爵败了两败 献上酒杯和玉碧 然后就把庞丑妇控制了起来 庞丑妇心中大喜 当时他们的车架距离花拳不远 庞丑妇要喝水 就让车友齐寅宫下车去花拳打水 进军以为齐寅宫只是一个普通的侍卫 没有阻拦 齐寅宫趁机找到另外一辆战车逃走了 最终斯马韩爵带着这位假冒的齐寅宫回来 希克立刻就明白 他们被齐国人给骗了 希克怒火中烧 要将庞丑妇处死 庞丑妇大声呼喊 你杀了我 以后谁还愿意替代国军受难呢 希克想了想 觉得庞丑妇说的有道理 于是又赦免了他 以此来鼓励那些忠于国军不畏生死的人 晋联军取得安地会战胜利后 继续向齐国府邸推进 一直攻到齐国都城林子附近 齐寅宫这次是真的害怕了 派出齐国上清国佐 前往晋军统帅部 献上玉庆和从几国抢来的宝七眼 并答应归还清战的鲁魏两国的土地 请求与晋国讲和 到这儿 晋国此次出兵的目的 其实已经达到了 但希克故意刁难齐寅宫 以报当年受辱之仇 希克提出两个条件 第一 必须让当年朝校晋国使团的 齐寅宫之母 萧同叔子到晋国做人质 第二 齐国所有耕地的田斗 都要由南北方向改为东西方向 春秋时期 国君的儿子和兄弟 到其他国家为人质的很多 但从来没有献出母亲做人质的 如果齐寅宫同意把母亲交到希克手中 一定会被天下诸侯嘲讽不孝 那么齐国就不用在诸侯当中立足了 所以这一条 齐国上亲国佐 誓死不从 看第二条 晋国在齐国西面 若是齐国田笼都改为东西方向 那么晋国的战车 自西向东进入齐国 就不会一路颠簸了 国佐表示 齐国的耕地因地制宜 修建田笼 哪能随便乱改 齐国上亲国佐当场表示 没法接受 如果晋国坚持 那只能与死亡破 接着打 在鲁国和魏国使者的努力斡旋下 希克最终放弃了这两条 但是齐国国君必须前往晋国 拜见晋晋宫 公元前589年7月 晋齐两国达成共识 在原楼正式一合 随后晋军办事回国 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588年 齐寅宫如约来到晋国 夜见晋晋宫 为了表达自己的忠心 齐寅宫老老实实地承认了晋国的盟主地位 当年年底 晋寅宫以奖赏安之战中建立功勋的大副为由 把晋国的三军六卿 扩大为六军十二卿大副 战力暴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